高雄市則出現了隨機打人的意外 這一名男子連續在路邊 看到了機車騎士也打路人也打 那麼嫌犯其實他是一名中年男子 平常就這樣到處的遊蕩 不過從月初開始 他確實已經犯下了連續三起打人事件 而且奇怪的是 他跟被害人也不認識 但是會拼命的拿一些石頭 還有木棍來攻擊 還好現在受害人都只是輕傷 但是也因為沒有人出面提告 警方逮捕之後也只能夠放他離開 監視器畫面中 一名穿著長褲的男子走過大賣場 東張西望看起來漫無目的 沒想到他下一刻 卻突然攻擊一名騎機車的女騎士 雙方根本不認識 受害者卻被隨機打傷 警方調閱監視器逮捕正名流行男子 因為心情不好 工作不順利 就隨機看到被害人 就動手 有時候持木棍 有時候拿石塊 原來還不止一起 這個月初到現在 男子連續在路邊隨機打人 第一次拿石頭砸傷人 第二次拿棍棒打傷一對散步的夫婦 第三次是徒手毆打女騎士 雖然三個被害人都是輕傷 但通通不提告 受害人還以為男子要尋仇 卻打錯人 但根本就是隨機打人案件 附近居民擔心的不得了 原來嫌犯居無定所 打零工為生 要是心情不好或不如意 就隨意打人出氣 這種狀況跟北捷案件如出一策 而嫌犯就這樣被釋放 居民的安危堪憂 如果像發生像北捷那樣的事情 我們住在這邊的人要怎麼辦 今天只是拿球棒而已 下次是拿刀的話呢 怕也傷害別人啊 由於傷害罪屬於告訴乃倫 當事人都不提告 嫌犯也被釋放 不過隨機傷人的問題很大 警方也隨時監控留性嫌犯 全國民眾受到北捷案件的影響 生活的提心吊膽 相同的狀況絕對不能再發生 解留意清高雄報導